其實蛇還有一個什麼意思就是什麼呢? 平靜、蛇獸、是平靜、平靜 所以當你平靜的時候它是什麼顏色? 有人講綠色、有人講白色 然後我們用白色 這是綠色,明白 第一次,認識自己的情緒的顏色 所以那一個情緒尤其幽混和白的時候 你就把那一支顏色給拿起來 那一張紙圖在那一段書 好好的圖滿它 圖滿它 有沒有發現自己從很情緒到慢慢的平靜下來 如果圖滿一張的還是有一個情緒在怎麼辦? 在圖 因為與其你去幹的情緒去處理事情 那不如先把情緒安置下來 試試看這個方法 可能不一定像我圖得這麼好 亂七八糟的圖沒有關係 好過你亂七八糟的去應對一個事情 我們很多很多比如說親子關係裡面 孩子跟父母的關係裡面 就是通常為什麼會越來越惡劣 是因為大家都帶著情緒在處理自己 如果其中一方 懂得先把自己的情緒安置下來的話 他在跟對方互動的時候 結果就有幾個開始 所以第一次的學習呢 我只教大家就是這麼的 很輕鬆的 你不用什麼畫畫的技巧 就是把它釋放出來而已 久了甚至你也可以用畫畫的方式 每次一有這個情緒來著 去畫一個什麼東西 畫完過的心情也好了 有時候 所以這個是一個方法 就是介紹給大家 那當然有些人說 我不要用畫畫的 我直接去打坐觀感受可以嗎? 當然也可以啊 我不要畫畫 我也不會打坐 我去海邊喊一喊可以嗎? 也可以 方法其實很多 總之要用一個健康隊的方式 把它釋放出來 堆積在心裡面 這麼多的怨氣 這麼多的生氣 香港跟冰城都是好地方 周圍都有海 不是叫你去跳海啊 去那個地方 好好的大聲 順著那個海浪 順著那個風 好好的大聲的 不要罵廚花 那個都是還是不健康的 好好的 如果喜歡煉佛 在那個時候好好的煉佛 大大聲聲的煉佛 把它釋放出來 你回去 就會比較 不會在於很多的怨氣 很多的生氣 所以很多很健康的方式 你可以去應用 好 結束之前呢 這本書的目錄 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呢 是 這本書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呢 是 你叫 認識自己的部分 它裡面有一些方法 你可以去應用的 好 不管是 愉快的 不愉快的 一些 情緒 或者是 記憶出來的時候呢 就是去看他 知道他 看到他 學習 知知知看知 不批判他 不請責他 這是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 然後 第三個部分呢 就是 當你能夠平靜下來 看到自己的這些愉快不愉快的時候呢 你就知道說 哪一些是該丟掉的 哪一些是該回收的 這一次我們有機會跟大家講到回收 其實 我們的 我們的生命故事 其實是可以拿來回收的 東方人比較 不敢 東方人覺得 哎呀 家丑不可壞揚 這麼醜陋的事情 拿出來分享 頭燒嘎 人東方人是這個樣子嗎 那 西方人可不是這個樣子 西方人他可能在婚姻上出問題 或者是他在什麼 被侵犯還是什麼 種種他的過去不愉快的事情 當他有一天走出來了 他有辦法走出來了 我跟你講 接下來他會做的動作就是 把自己的經歷寫成一本書 然後呢 變成暢銷書 大賣 這個就叫做回收 然後呢 把自己的不圓滿的經歷 把自己的生命故事 拿出來 分享 鼓勵那些人跟你有同樣不圓滿的 讓他振作起來 你的生命故事就是可以回收的 但是這次的應援沒有機會跟大家講到這個部分 所以 你去聽我其他的講說 你都會聽到我咱們的講這個回收故事的部分 那 我們知道什麼該丟的 什麼該保留的 什麼該回收的 然後 當你懂得這樣子做的時候呢 你在看你生命的每一個身邊的人 包括傷害你的人 當你經歷過這個前面的部分過後 你在看那些你身邊出現的人 包括曾經傷害你的人 你看到他 甚至你也會看到說他也是你的善友 他是你的寧靜不少 他還是會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呢 當你整理好自己功夫呢 接下來就是繼續的 在自己的身口意的方面呢 繼續的往好的方面去發展 比如說送禮比較連向深的部分 讚嘆比較連向口的部分 感恩比較連向意的部分 就是身口意的表現 會更圓滿的身口意的表現出來 所以前面第一部分跟第二部分呢 是從外在的生理到心理的部分 第三部分跟第四部分呢 是有建立了健康的心理 後呢 跟人事物的互動呢 會更健全的表現出來 這是整本書的一個設計 好 所以我們大家學佛了 不管你皈依的是哪個人 然後記得把和和安的情境呢 從自己的身心做起 然後呢 擴展到整個群體 你在的地方 然後呢 把這個和樂境展現出來 我們的佛法 法自然能夠成就注釋 好 法自然能夠成就注釋 好 這個部分我們就 我們直接來用這個Q&A的部分 昨天有一些課題 這是今天的 好 昨天有人問到說 雖然 現在出現的事情 也是知識分子 情報許可的話 還是要對他們故事無畏 這個 這個 這個對嗎 其實是對的 其實是對的 我們是這樣子 一個學佛人 我們已經 不管發生怎麼圓滿的事情 不圓滿的事情 有時候是非對錯 已經很難再講 但是 現場發生的種種的不圓滿的事 不管是我們旁觀的人 旁邊的人 還是當事人 還是在討論的人 在種種的人當中 兩方面 其實心裡面都有不安 都會不安 普通的人走在街上都不安 然後 這個 知識分子 他們其實心裡面也有不安 不然的話 他們有不安 不滿才會有 他們就要用這種極端的方式去爭取一些什麼東西 我們學國人能夠怎麼做呢 類似這樣子的情況 我們講故事 我就想強調故事 故事有什麼呢 財故事 法故事 不會的故事 你這個時候 你不用給他錢財 他不需要這個東西 你也不用去跟他講道理 這個時候他不跟你講道理 你應該做法故事 但是你能夠做 我們每一個人能夠做的就是不畏的故事 也就是為什麼 我們也藉這個機會 上課前 上課後 我們都來做祝福 這個都是在不畏的故事 只要不管是搗亂的人還是旁邊的人 大家都有口喊都有不安 我們能夠做的就是不施不畏的地方 那如果今天遇到的事情是比如說遇到現在 那這個時候除了做不畏的故事 我們還可能可以做法故事 或者是財故事 我們不能到現場去安慰這個人 我們做財故事 然後是做我們所祝福 為故事 如果你能夠到現場去幫那些受災害的人 你不只是財故事 身體異形的故事 你還可以在過程當中陪伴他 就有法故事 所以呢 故事做為故事 這樣在我們目前的現在的情況 它是可以的 是肯定的 我們都在做這 為何念佛會安心 我們昨天講了 可以念佛可以安心嗎 然後這個人就很好 他就問了一個什麼 觀無常觀緣起 一樣可以安心嗎 可以 因為佛教裡面呢 有 記得 有性行人 有法行人 有人聽過嗎 有些人是從信仰入門的 不跟你喊什麼大道理 你只要給他一聲佛號 他心就安定下來 所以對信仰人來講呢 念佛 念佛 就能夠安心 任何修行方法都能夠安心 看他流行修行方法 法行人呢 他可能沒辦法念佛 他也不想念佛 但是呢 他懂得思維法意 他只要把佛的教法 從原型的角度來看 他只要是思維這個法意呢 他心裡面就安定下來 他就是法行人常用的 觀無常觀緣起 了悟 實物有一法可持 他就心就看下 所以藉著機會 看到說 我們不同的 根性的人 用不同的方法 目的就是達到這個安心 那這個道理懂了過後 很重要 這個道理懂了過後 比如說平常生活當中 我們有機會去問病人的時候 或者是臨做臨終關懷的時候 那你要記得喔 你要注意到說 你常用的方法 不一定別人適合用的 也不要在那個時候 改變他的信仰 改變他的方法 這個是在你做臨終關懷的時候 如果今天你真的要做到 關懷的事情 你要做生命關懷的事情 你是一個念佛的人 那你去那邊關懷他的時候 切換你要先確定 他是不是也念佛的 你要問對方 你希望我怎麼做 你才能夠覺得安心 他可能跟你講說 你什麼都不要做 就好好的陪著我 在旁邊陪著我 靜靜的陪著我 就好 那這個時候 你就不要很堅持 這樣不好啦 我給你念佛啦 你可能念了他就喜歡吧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做到關懷 你要以當事人的需求為主 在佛經裡 你有看到說 在佛陀時代 有些長者 他在靈中的時候呢 他是希望 就是法師來念得清給他聽的 他說 我現在這個時候很不安 我想聽佛講過的什麼什麼的法 然後就請那個師父呢 在那邊跟他講這個佛法啊 講這個佛經 所以有些人他不念佛 但是他想清闖 在他靈中的時候 所以你要做關懷 你要看對方 當時的需求是什麼 我們給對的需求 那才能夠幫助一個人 真正的安心 你們問這個問題很有趣嗎 怎麼樣正確的理解恆順 怎麼樣正確的理解恆順 昨天我們講到恆順眾生 他與堅持某些原則會有衝突嗎 怎麼樣正確的理解恆順 把握這個 做良衣 失分路 做光明和夫長 這個是他的標準 我們昨天在念戴段文的時候 有念到這個部分嗎 你的堅持 你的堅持 沒有把一個良衣應該表現出來的 表現出來 那你的堅持是應該要放開的 你的堅持沒有給他正路 沒有給他光明種種的一切 有時候他稍微放開一下 對於對方目前的需求為主 然後這個做良衣呢 其實跟我們讀法華經 也會看到說 跟法華經 那些人說 對方華經 你在執著自己的一些觀點、做法的話 你沒有把握幫眾生開示入圍的話 那麼你沒有真正做到很順序的生活 認清楚是我在堅持我的觀念、我的做法 還是我引導眾生能夠幫他開活之之間 試活之間、誤活之間、還是入活之間 這個部分我能夠做好 這個還是最重要的 這個是全部 倒垃圾的時候如何觀想 我在講的倒垃圾要觀想 這個倒垃圾是倒心理的垃圾的時候要怎麼觀想 其實很簡單 你現在覺得不安 你現在覺得恐懼 或者是你有一些擔憂 比如說自己的某個親人在加護病房裡面 你很擔憂 記得把這個擔憂 在你倒垃圾的時候 把它也接著機會丟掉 就是一個觀想而已 我要把我的擔憂 因為我知道擔憂也沒有用 我要把我的擔憂 在丟我這個垃圾倒垃圾桶的時候 我順便把我的擔憂也丟掉 這個是在你做這個倒垃圾的動作的時候 記得起一個面頭 把你的不安把你的擔憂把它丟掉 另外一個方式 另外一個方式就是我沒有再倒了 沒有沒有了 拉圾都打完了 可是我擔憂還在 我的擔憂還在 我有一個方法就是 我常常會跟一些學生講說 你吐氣 回到你的呼吸 你吐氣的時候 把你的擔憂放出來 然後你吸氣的時候呢 擔憂的相反是你要什麼 比如說你要平靜 所以吸氣的時候 把平靜能吸到你的身心裡面去 然後你就應該再荷氣 然後你就把你租了 靜心裡面 Poey 一切071 你搜誉 吸氣的時候把你平靜吸進去 就在有一個批停 段直接吸收 可以把一切快 我現在要處理的味道 就是我的擔憂,我就是吐氣的時候,釋放我的擔憂 吸氣的時候,吸氣,吸氣 這個就是一個方法 睡覺前如何做觀想和放鬆 睡覺之前盡量不要做什麼觀想 而且比較不鼓勵 為什麼呢?有時候呢,你越想就會睡不著 有些人可能會這個樣子 你可以做一個簡單的放鬆 或者是簡單的念佛 或者是做一些慈悲觀 這些都可以 但是不要做特別什麼樣的一個觀想 就是可能就是放鬆 比如說躺在你的蠢蠢的時候 你就從頭部開始放鬆 你也會放鬆空間 就是掃瞄身體的方式呢 一定要把自己放鬆下來 那我要講的就是 如果你不能睡的話怎麼辦 有時候我們會失眠 對不對 那失眠的話,不能睡的話怎麼辦 如果你做話不出來,還是不能睡的話怎麼辦 我念佛了,還是不能睡怎麼辦 怎麼辦 怎麼辦 然後明天你又有很多事情要做 然後現在就睡不著 懂嗎 我跟你講,這個時候呢 就不要再強迫自己睡了 不要再強迫自己 為什麼呢? 你不能睡已經是一個很苦的事情 你又強迫你自己要睡的話 這是苦上加苦 好 這個時候最好起來什麼呢? 去打坐 因為你平常打坐就在打瞌睡了吧 既然精神很好 好好去打坐一下 你的睡寵就會來找你 快快去睡吧 你會很好的去入睡 然後如果你說,每次我打坐都做得很好的 打坐這個方法沒有效 他會跟你講 準備一部經 這個時候呢 既然睡不著了 去念經 尤其那個字很小的 他點點點點點點去 好累,還是睡吧 乖乖去睡 總之不要對他對抗 準備一本 你平常很想看懂他 可是每一次看了兩夜就想睡覺的 這一種書 用來對峙你的思念 如果萬一看了還是沒有睡 我跟你講你還是有說過 至少我看了這本那麼難看的書 心裡面還是覺得有成就感的 你不會那麼心理那麼負擔 所以如果以後有睡眠的問題 不要再一直在想 哎呀我睡不著找另外一個事情要做 不要再這樣子增加自己的心理負擔 去做一些平常 你不當能夠做得成功的事情 有時候打坐或者是念經 或者是康間很深奧的佛術 也許在那個時候呢 你會處理了你的這個睡眠的問題 好 我有時候 因為我都 到處飛來飛去嘛 確實有時候會遇到時差的問題 該睡覺的時候不能睡 然後每天都有一整天的課要上 那我通常呢 我不會 就因為這樣子 開始很緊張 很焦慮 我發現說 當天晚上如果真的我睡不著的話 我會乾脆請身 然後去看 我要做什麼 我要 我要整理什麼 我要補充什麼 我就把它做 也許有可能 我也有這樣的經驗 有可能到凌晨早上四五點了 還是沒有睡意 那也沒關係 然後第二天八點九點還是一樣去講課 可能當天會比較累一點 但是至少 我不會說 因為我沒睡好 我明天要講課 又增加我另一層的心理負擔 我不會讓你自己講這個 這個方法 這樣講 如何將憤怒轉化為正能量 這個很有意思 我告訴你幾個方法 第一 如果你發現錯在自己 你要欺負自己 如果這些事情讓你很不開心 有怒氣在那邊 但是你發現錯是在自己的話 我告訴你 你是做錯的人 更不應該生氣 更不應該生氣 要把這個含量弄起來 如果錯是對方 因為對方的錯 你也不應該生氣 對方錯嘛 你生氣幹嘛 生氣只不過是你的習慣性的反應 你要處理的是這個習慣性的反應 所以弄清楚狀況 自己做錯 你還生氣 不應該 對方做錯 你幹嘛生氣 這是他的問題 對不對 如果這個是已經過去的事情 告訴自己 這已經過去了 到現在還生氣 今天意思 全世界整個生命裡面 唯一一樣東西你改不到的 就是過去 把這一個真相弄擊 不要到現在還在生氣自己 還在生氣這個已經不能夠改變的事情 絕對不讓過去來定位和定義自己的未來 你為什麼要用過去來定義你的未來呢 你為什麼要用過去來定義你的未來呢 你應該這個方向自己去規劃一個更好的未來 神氣可能就有問題了 開始注意一下 雖然很多事情到你的神氣很不圓 但是 注意一下 當前的你有哪些人事物 值得你感恩 值得你珍惜 值得你欣賞 為什麼一定要專注在那些讓你生氣的事情呢 還有很多事情你可以注意啊 為什麼一定要放大那一個讓你開心 讓你生氣的事情 讓自己的生命品質 所以轉移一下 注意一下 是這件事情讓我很生氣 這個人讓我很生氣 可是世界上不只是這個人而已 還有很多人 轉移一下 當你的心力夠的時候 想一想 這個讓你生氣的人 不圓滿的人事物 讓你生氣的 你可以學到什麼 正面積極的人生意義 這個是 第五課是什麼呢 心力具足的時候 也就是說你把心情安撫下來了 然後你再想一想 這個不圓滿的事 本來它是讓你生氣的 現在你已經安復了 你不生氣了 這不圓滿的事 你學到什麼 它一定有值得你學習的 可以啟悟你的一些事情 佛法無邊是真的嗎 從什麼角度去談佛法無邊呢 如果今天佛法告訴你的是真相 人如果能夠見到真相 他的煩惱就不會再生氣了 我們很多時候是 沒有看到真相 然後跟著這個假的相 然後在那邊一直輪轉 輪轉 所以今天你講佛法無邊 不是說它是有什麼特別的神秘力量 很無邊的工夫這樣子的 不是 它是說如果這個佛法的學習 讓你看到真相的話 不管是好的事情 不好的事情 因為你看到這個事 都是相來的 能夠破掉這個相的話 你不起任何的煩惱 從這個角度裡 不是說佛法無邊 但是它絕對不是說 我要消除什麼東西呢 有什麼特別的力量呢 佛法無邊就是那個概念 我這樣講可以理解嗎 所以你們聽到那個佛法無邊 是不是從電視電影裡面學來的佛法無邊 對過世的親人 除了會他們的超度 還可以做些什麼呢 除了超度 但是有時候不是常常有超度的 其實當你一想到你的親人 這個過往的親人 不管有沒有超度法 或者你想到其實你當天 可以自己的 如果你習慣誦經的話 你就誦經 終於不經回向他 或者今天你有機會共生 或者今天你有機會做一些善事 就把這個善事的功德回向他 不一定是超度的 不一定是用那種傳統的 做法會的超度方式 今天只要想到你過往的親人 你今天學習佛法的功德都可以回向 今天學習做什麼善事的功德都可以回向 都是在超度 好 不必,你不一定是用那個善事的 除非你覺得你做錯那件事情 很大 你心裡美日很本等於懷 其實我反而會比較重視什麼 如果不是當你一直本本原來的事情,你一定每次要回憶起你自己的一些不好的事情,那就是懺悔。 也不要把自己想成,我只是一個業障鬼,我每次都要懺悔一次,不需要。 與其講懺悔的話,我會比較建議大家怎麼樣呢? 多做回憶,多發正願,多發正願。 這個是要每天做,不是唱歌要每天,發正願要回憶。 回憶就是一種分享,分享你的功德給一些從事,你今天有好的機緣,那麼把這功德分享給一些從事。 什麼叫發正願?願生生世世,見佛文法,能夠得欲善知識善有,這個是很重要的願。 不管你去到哪個地方,生到哪個地方,願自己生生世世,能夠見佛文法,得欲善知識善有。 請來講一看,見佛文法中的重要。 善知識善有中的重要。 所以,我這邊講的正願。 當然你可以說我要到西方極樂世界去,我要東方極樂世界,都沒有關係。 因為西方極樂世界,東方極樂世界,你去那邊的目的是什麼? 還是一樣見佛文法,然後那邊有善知識善有。 所以,我不特別講的西方極樂世界的話,進入於世界,是因為我要告訴大家。 什麼世界都沒有關係。 但不管那一個世界在哪裡,你都要能夠見佛文法,有意象識識善有。 有些人們,脖子很重,慢性很重。 正式追求完美科是一起來嗎? 在佛教團體裡面,有些人會想抓住某些主張,堅持某個主張,很執著。 學國人是這樣的嗎? 大家都知道,沒學佛之前,大家是為了利在爭。 學佛過後,大家是為了見在爭,光念在爭。 只要為利、為觀念在爭的話,都不對,都不好。 我們改變不了別人,但是我們要注意好自己,會不會很堅持自己的東西。 那如果你學佛了,還為了名譽在爭,它可能更不應該。 好。 說得完。 說得完。 的。 這個部分。 可能我看一看,也許會回答,和尚。 哦,你就耳机,可以吗?耳机吗? 耳机上允许吗? 允许吗?耳机? 可以,可以吗? 我们一样用词进来结束我们的讲座。 词曲 李宗盛 Lun Sang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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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工大學 佛學會這麼好的一個環境 可能不知道發生什麼的事情 可是我們可以安安穩穩的在這邊學習佛法 在這邊這幾天 香港這幾天 謝謝大家的照顧 因為時間很匆忙 所以有些部分有的人講得很匆忙 講得很不圓滿 請大家多多包涵 佛法的東西就是 這就是不斷的聽 不斷的學習 讓大家一起在這個學習的過程當中 不斷的成長 所以我在這邊祝福大家 福德智慧漸漸的增長 一切都吉祥如意發行同來 大眾請起立科長 隨法師以佛三問訓 一問訓 再問訓 三問訓 好 我們一些老師今天圓滿的開始 向老師一問訓 問訓 好 那再請坐下 我們一起拍個訓張 我們一起拍個訓張 拍個訓張 拍個訓張 拍個訓張